而随着部落长者的凋零 许多传统工艺技术文化也随着消逝 万荣相公所就致力保存与推广原住民传统工艺 邀请了祥内布农族以及泰鲁阁族的腾边工艺大师 不仅开班授课 也特别在文物馆开办腾边文化特展 那么五位腾边大师也在今天的开幕活动当中分享作品 而每个人也都希望能够将原住民独有的工艺技术代代流传下去 指着自己编制的腾边碑栏 高龄八十多岁的布农族腾边工艺师林叶成 透过了导览解说布农族传统碑楼的特色 现在做的时候它这个不会有气质的 这边不是有一节一节 可是它做这个是整个碑不会吃到自己的碑 每一件腾边作品看见了原住民传统的生活面貌 更呈现深刻的文化意涵 相较于继承一波的林业成长者 曾因为主流社会而中断腾边记忆的 塔鲁阁族人林万臣从时腾边制作 每一条腾线每一条碑楼组腾垂直交错力求完美 透过学校而申请到教育处 我们也去教学过 在社区在学校都有 我们也是这样一直延续下去 不断的在教学 将工作也在积极的推广这个东西 腾边的工艺技术过程繁琐 凸显了族群男子豪迈强悍的个性 却拥有细致的巧手 而从小旁观父亲守着腾边 到现在投身腾边创作 泰鲁阁族女性腾边老师徐惠美 则把传统工艺更精致化 贴近商业市场 我是以创意的方式 也可以做 你看写插花之类的 也可以放铅笔 或者办公室放在那边 除了林业城 林万城以及徐惠美之外 还有另外两位腾边工艺师 在万荣乡公所自立附赠保存 与推广传席下 今天上午在万荣乡原民文物馆 共同开办 会议边市腾边文化特展 把这些文物推展出来 让小朋友了解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延续下去 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公所应该要 负取的最大的一个责任 亮光明强调 附赠保存 并传承推广 乡内原住民族群传统工艺文化 是乡公所的重责大任 这一次难得集结布农族 与泰鲁阁族传统腾边工艺技术作品的办展 开展时间是从即日起到12月30月号至 每位参赛腾边工艺师 欢迎您大众来参观 希望借此将原住民族独有的 工艺技术文化传承并推广下去 记者张明台 石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 攻击